大家好,我是杨子,来优酷国际版APP,用你们的语言打开沉香如泻,和我一起沉寂至追剧吧! 语言 这样就对了嘛,握手言和,联合破案,我们一定要还将臣一个清白。 我可没说要放了他,待此事了结之后,再算总账。 没问题。 相成为了你,向我多借了二十年的光阴。 这二十年,他只求你快乐。 而现如今,心愿一破,戒烛一丧。 是时候,该收回我的东西。 这宝物,从未有过认主之相。 既然宝物认主,那必定是与公子有缘。 公子,便请收下吧。 你要带他走,可曾问过他的心思。 好啊,现在我便让你轻而听听,他是什么心意。 不许动,出来说话。 你,万妖之王,阎兰山山主。 你呢,堂堂未来灵霄派的掌门人。 既然你们两个难水难分, 不如以后,我们便一同行动如何? 唐舟他身上有顽疾, 需要揭起四大神器才能救他的命。 你呢,作为回报, 你日后若成为掌门人, 不可以随意进犯我们阎兰山。 如何? 你们表个态嘛。 绝不祸害凡间, 必定善恶昭章。 好,我们日行一扇小队正式成立了。 停步,前方是客栈, 赛相前定会被凡人查局。 水火之王,四海之主, 他是九七。 九七竟然还有血脉,存于时间。 三日之后, 我与昭兰于东海大婚。 到时候, 你只需带着余末的人头作为贺礼。 你便还是南海龙王, 若无这份贺礼, 即日一过, 我大军攻入。 南海青龙族, 必将不复存在。 若是有喜欢之人, 他无论做任何事情, 我都会心生感动。 若不是钟情之人, 无论他付出再多, 那便只会是负担。 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样的感觉? 是甜的, 还是苦的? 别笑了。 这次又想搞什么新名堂啊? 到底想干嘛? 我在这儿, 就是觉得箱子凉快。 我想在这里面盛盛凉不行吗? 行, 我这玉葫芦也挺凉快的, 你先来在城上呗。 仙神两界已尽在我们掌控之中, 那日到来之前, 务必护卫好北冥先军, 济都行军, 获得元帅。 尤其是四大帝君的平安, 不可使之丧命于魔族人之手。 这几人之死, 与我们大有助益。 事关万年来筹谋的大计, 不可有失。 演戏有什么不会的, 送体贴送温暖嘛。 身边还可以验证一下, 她是不是你梦中的那个女子啊? 是, 这么验证吗?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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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朝, 我所有的宠谋都是一心为你。 然而你为了她这般践踏我的真心, 今日, 我必要亲手杀了她。 今日, 你非死不可! 你宁愿与她们一起死, 也不愿护着和我在一起吗? 你已经动心了, 这颗心是你欠我的, 如今, 零莺花, 你怎么可以爱上别人? 你到底是谁? 回来! 他人皆可动情, 而你不行! 尤其对方还非人是妖! 难道, 你忘了师父是怎么死的了吗? 难道你要, 弃灵霄派不顾, 弃正道不顾吗? 勿乃欲念, 忠诚心肠, 若我舍下这些物件, 是否可患得心情? 唐舟! 燕黛, 你别误会! 昨日教练武, 今日帮忙诊病, 心展不错吗? 我看唯一不足道, 是把别人的东西, 当成定情信物。 良辰没警的, 正好给你带回了点心, 慢慢享用吧! 不打扰了! 燕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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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 那个, 我与那个扶双毫无关系的, 昨日房内, 我本身就是想查清真相, 我才和他演了这出戏, 你不要误会! 你的用武, 我绝不会送给别人。 干嘛跟我解释这些? 我只是, 不想让别人误解而已。 行了, 既然误会都已经解除了, 便原谅你了。 你要选他, 还是选正当。 杀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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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不要! 燕黛, 我把星陀青木压下, 只希望你能长长久久地自在快乐。 如今, 你喜欢一个人, 却要这般痛苦, 我宁愿现在就把你带回阎兰山, 再不然凡尘俗世。 原来, 你早已对他生气。 来! 为了您的文采, 我敬您一杯酒。 好好好, 来来来来, 嘎嘎嘎嘎嘎。 大人! 大人! 喝了这杯酒, 能活九十九! 干! 大人! 大人! 醉了! 藏县制的法器找到了! 拯救苍生这种载入史册的好事, 怎么能丢下我呢? 兄弟们, 一起吧! 大人! 既然用我的法器算起我, 奸诈。 我只对小人奸诈。 小心! 变呼吸! 别动! 唐舟的法环, 竟因为我而动。 若你心中没有我, 怎会多次舍身相救。 此人是我心中所爱, 此乃情深缘起, 终枪一笔, 唯愿他前尘散尽, 生生世世, 自由快活。 是谁? 承诈。 牙医国。 迷远。 竟然是你亲手 抹去了我们的回忆 你既然可以放下我 我也一定可以放下你 即使忘不掉 我也要断情绝爱 从此以后 我不会再爱他了 我只想为自己而活 严丹 我决定 不做灵霄派的掌门人了 我只想为我自己活一次 你做什么 这不是龙王给你的幻异珠吗 我愿将过去的遗弃 化成这漫天繁星 送给你 严丹 这身打扮怎么样 请你将这不离灼戒下 从此以后 我们不要再见面了 寸步不离 二十 你怎么会下不理所地禁止 因为我和柳薇洋一样 已经找回了记忆 欲破冰产之毒 欲妖无减 欲人却无大碍 你呢 若下次再有这种 下三滥的手段 我绝不会放过你 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 连我都怕被大龙 要半个身子 你真不要命了 我当然要命 因为有人在等我 你竟然用帝君神器来储存此物 你简直暴体野物 从今以后 我要做延兰山最厉害的靠山 让你们来靠 延兰山从此以后 我来保护 唐天使 我早就说过 既然做不到 就不要轻易许诺 因缘 我不会任由你再伤我 无论你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我连信仪都不会变 掌门 对不起 我不能让你们伤害他 今日情妃得意 有违失许 自知愧对世人 我愿散尽修为 自逐出门 灵霄派 再无弟子唐咒 我带你走 他之前一直利用你 杀妖炼丹 吞噬妖元 一直妖气纵横 唯有一此链锁住 否则 数百里外 生灵涂炭 从小 我就是为了捉腰而休息 也一直以为 这就是我的路 可如今才发现 这一切都是骗局 别再喝了 若是想要逃离 或者想发现 我和鱼墨都会陪着你 我不知道我未来的路在哪里 小娘子 终于想通肯嫁给我了 看你秃小红嘴唇的样子 也挺可爱的嘛 这不都是你出的所主意 还不是因为你想保护你的师妹 说猫腰的腰力深厚 怕伤到她 喂 要不是为你散建了修为 只能小猫小狗 算什么 燕淡 别忘了 她是应渊帝君 不是唐州 她只是在罹难 早晚都要回九重天的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